警務處處長盧偉聰說 警方正密切留意鼓吹港獨團體的行為 有需要採取適當的行動 至於多個組織趁五一黃金州 再發起光復上水的示威行動 盧偉聰也呼籲示威者要守法 不要作傷害他人的行為 何海寧報導 多個本土組織包括香港民族陣線 勇武前線、北區水貨客關注組等 在網上號召在五一黃金州 再到上水發起光復示威行動 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指 警方已經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他呼籲示威者不要作出激進行動 我們會做積極的情報搜集和風險評估 做完之後我們會派適當的警力 去維持秩序和公共安全 亦借這個機會呼籲任何團體去示威 都要守法 還有如果他們自在表達意見的話 就無需去做一些違法行為 或者傷害別人 或者委壞物品的行為 盧偉聰又表示 會留意著鼓吹港獨的團體 如果發現有違法會採取行動 但現階段 警方未有任何執法行動 任何鼓吹港獨的言論 港獨本身是違反基本法的 我們也會積極留意 鼓吹港獨團體的行為 也會與律政司保持緊密的聯繫 在我們當時覺得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會採取適當的行動 盧偉聰沒有透露 警方正調查幾多宗 和港獨有關的案件 以及相關的調查進度 Now TV記者何凱暱報導